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题目是动静相依的身体 我们常常听到禅修的时候 在修觉知觉知 到底什么叫觉知呢 在任何的一个时候 有数不清的细节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发生着 你的觉知到底是要觉知哪一个区块 禅修一念所教的觉知 它是大小切种的 它既不是太狭小 也不是漫无边际的 如果用一个比喻 你看看当我们在跟一个人交谈 沟通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样的注意力呢 首先如果 你的注意力是太过于狭小 你是盯着你的肚脐 你是盯着你的鼻端 你是专心在一个咒语 的音声上面 念诵上面 你是没有办法 跟眼前的人进行沟通 相反于此 如果你的注意力是 涣散的 天马星空的 漫无目标的 一下子去留意 那些背景的噪音 一下子去 留意眼前这个人 他衣服上面的一些 无关紧要的小细节 你一样是没有办法 与眼前的这个朋友 进行有意义的沟通 所以 你要进行的 任何的一种行动 他所需要的觉知 它是一个有范畴的 它是一个有范围的 然后这样的这个范围 这样的一个范畴 它是由 当下运作的智慧 在不断地 平断着 在佛法里面 我们的觉知的目标 举例来讲 你当前的动作 你的起心动念 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呢 你有可能在 身体 在心里 去观察 那个意志 它是怎么样的发动 你的心 它是怎么样的用力 它在发生出 什么样的念头 它在对境界 产生出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要观察 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所需要的觉知 它的范围是适中的 当然当我这样子解释 可能有的人 还是觉得太抽象了 所以在传统的 佛教的禅修的训练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主题 叫做念注 神念注 受念注 心念注 法念注 这每一个念注 它就是提供给你一个 有意义的探索 跟观照的范围 我们用神念注 来做说明 当你要能够 对一个主题 做有意义的 观照觉知 你必须要 先具备一个 乐意于观照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 这样的一个心境 这个里面有 探索是喜悦的 你在好奇 你在关心着 那个关乎你 切身利益 关乎你切身的苦乐 在佛经里面 他提到 你学会学禅纳 你最主要的主题 就是 VASAK 就是放下 也就是说 你不管你观照 的是什么样的对象 他的最终 是要帮助你 把当前你 正在进行的 抓取 紧绷 黏着 放下 松满开 如果你不忘 失掉这样的主题 那么 大体上 你就已经 在体会 什么叫做念主 你如果你把注意力 先放到 你的 所谓的身体 你很有可能会发现到 尽管眼前 你的眼睛是 闭起来的 但是几乎你 马上感觉到 有一个 相对沉重的皮囊 你住在这个里面 很有可能 在你脑海中 你已经 勾勒出了 那个身体的界限 你的身材 它的曲线 你的长相 你可能 你能够非常具体的感觉到 所谓的触感 这个触感 它不是 什么玄奇的东西 而是你当下 你所感受到的冷暖 你所感到的苏玛 你所感到的摩擦 你所感到的压力 你所感到的重力 这个叫做身体的触感 严格的来讲 身体的触感 还不是你 所要观察的 最重要的对象 最重要你要观察的对象是 你对身体的触感的反应 这是什么意思呢 身体的触感 它不断传递 舒适 不舒适 忠性 这样的讯号 然后 你几乎是无时不刻的 忙碌的 在应对着 这些资讯 这些触感 平常的时候 你的微微的皱眉头 你的调整姿势 甚至你打开手机 要去寻找一个 能够让你分心的娱乐活动 这都是你在应对 在对应 在管理 你传递出来的舒服 不舒服感 等等的 具体的作为 具体的回应方式 甚至 我们跟周遭的人 吵架 争斗 在一个根本的程度上面 也是 我们在对于 不舒适的触感 一种习惯性的反应 乃至 大到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纷争 意识形态的 严重的碰撞 这些你都可以 追缘硕本 到 有种惯性的 在对出感的反应 也就是说 战争 在外在的 看起来那么大规模的战争 那些 几乎不可调停的 矛盾 它都有一个 共同的基础 那共同的基础 就是 某一种 盲目的 惯性的 对身体触感的反应 所以你可以从 身体的触感的反应 也看得出一个人 他的烦恼的模式 你对于触感的 某一种反应 佛教把它叫做贪 如果你去意会他的的话 可能是 对于一种 对于触感的 黏 眷恋 舍不得 欢迎 盘踞 有某一种 对于触感的 反应的方法 佛教把它叫做 称 称为的称 你可以意会得到 它这个里面的滋味有 台词 鼓擦 抵抗 违逼 逃离 有一种 对于触感的反应的模式 它是 混沌 无知的 它是傻傻的 它是迷糊的 它是无动于衷 它是冷漠的 佛教的术语把它叫做吃 鱼吃的吃 也就是说 佛教所说的 贪嗔吃 这三种 最根本的 活动的方式 它讲的不是 道德上面 你会有个发脾气 贪不贪财 贪不贪色 它不是只是讲着的 它更深度的是在讲 你的回应的模式 实际上 我们的身 我们的心 它不断的 在对境界 在起反应 可是为了要帮助我们 关照 为了要使得我们的关照 能够简化 让我们在一个 容易管控的范畴里面 进行关照 所以我们特别讲 身体的触感 身体的触感 当作是境界 它是境界的一个 关键的基础 或者是说 更复杂的境界的 一个缩影 一个小宇宙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 你具体的 对于身体触感的回应 那个反应的方式 就可以帮助你了解 你所有的造苦的活动的模式 这个道理听起来相对简单 但是在实际的进行当中 你可能你会立刻发现到困难 这个困难就是 你没有办法持续感兴趣的 超越的 舒适的 去进行关照 身体的触感 以及对触感的反应 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观念 它叫做止 停止的止 要奢慕它 要奢慕它 简单来讲 那个意思 就是你能够在 休息 安歇 胜利 平安 的状况当中 不被 动作盲目的牵着跑 而是能够立足于中立 立足于 相对的 无作 相对的无为当中 去看 去了解 你的反应 你若要做到这一点 要做到 所谓的止 做到所谓的奢慕 做到所谓的 你有基本的安适感 你有基本的清安 你有基本的 身衣性 那么就是 禅纳的基础 那么要怎么做到呢 首先再次 在态度上 你清楚地知道 你的目标是放下 光是有这样的目标 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对于放下 这样的愿景 是充满希望的 是踊跃的 是乐意的 你已经明白了 放下的好处 虽然 你放下的程度 可能不彻底 但是你知道 执着的痛苦 所以你乐意去尝试 去探索 更深度地放下 你对于 不放下的状态 没有依恋 没有狭想 这就是为什么 你平时 你听闻佛法 心是皈依着解脱到 它的重要性 你已经对于放下 这样的一个目标 培养出信心 培养出信乐 在皈依着 这样的目标当中 得到安全 得到那个 放下重担的感觉 然后再来 在你的身体的部分 你的身体是一个 动静相依的去手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你 强迫它不断地动 你如果你强迫它 不断地安静 这两种强迫 都不能够造成 清安 不能造成你身体的 轻松 舒适 宽淡 你必须要知道 怎么样 动于静 的调和 我们从具体的 一些技巧来说明 我们一般的人 看到 其他的同修好友 佛教的榜样 你看到他们 闻风不动地 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想要效仿 可是如果你的身心 没有到了一个成熟的 条件 你硬要把你自己 静下 尤其是坐到那种 闻风不动的状态 实际上是一种 打压 那里面有很多的 耗力的 你要把你的身体 塞进那个 像是石雕 佛像的那个状况 那是不自然的 因为你的身体 它是一个 活生生的 它是一个 在呼吸 血液在奔腾 新陈代谢 真的在进行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的身体 它 攜带着 它一些没有消化的记忆 没有消化的惯性 这些记忆 这些惯性 包括呢 那身体的 需要的某一种 运动 某一种伸展 所以 你在一开始 静坐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 不要把你自己 想象成为 那个闻风不动的 石像 石雕佛像 而是把身体 理解为 在风中 可以自由白异的 竹子 竹子 它是有弹性 它是中空的 它是能够 自由的白异的 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有需要 你刚 把你自己安静一下 你觉得有个 不舒服的感觉 你可以刻意的 在头部的地方 微微的扭动着 肩膀的地方 微微的摇摆 扭动 你一边这样子 微微的摇摆 微微的扭动 你一边 清楚的知道 动作 要感受到 那个耗力气 你透过这样子 微微的摆动 或是会允许 你的身体 它自然的 那个呼吸 的模式 它的那个 扩张 它的收缩 那个浪潮 它的来去 你不要 你不要故意的压制 然后这样的 膨胀 跟收缩的过程 你有可能 要有一些 跟你所熟悉的 缠坐的姿势 不太一样的 那个姿势 都没有关系 特别是 如果你是一个人 静坐 一个人在 修学缠修 你不会有 干扰到别人 不会在团体里面 去干扰到 你身边的人 你更可以 做这样的实验 当你这样 做实验的时候 你并不是在 盲目的允许 你的散乱的发生 你的躁动的发生 你是有意的 在观察中 在体会着 你这样的 晃动 这样的牛摆 它产生出来的效应 然后你之所以 要这样子做 它的原因是因为 这有可能 能够帮助你 就发觉到 藏在你身体里面的 紧张的模式 你长时间的 携带着 那个紧张的模式 你已经不自知了 就好像 长时间穿着衣服的人 他会忘掉 他实际上现在 穿着衣服 你已经如此习惯 那样的触感 那个长时间 身体里面 携带着 紧张的人 他已经习惯了 他不容易去察觉 你必须要透过动 你必须要透过 膨胀搜索 你必须要 透过在那个区块 有点刻意地去探索 你才有可能 会隐约地感觉到 啊 原来这个是不需要的 原来我在这里 有在抓着 原来在这里 有神经质的表现 你可以以此类腿 去观察 你的头部 你的颈部 你的两肩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像是你的表情 他能够舒缓 能够松开 那个没有必要的皱眉 能够松开 那个没有必要的痘迹眼 去寻找 去探索着 身体里面 你有可能正在 攜带着的 紧张的模式 这个身体里面 紧张的模式 它是你的 妄念的根源 也就是说 你之所以会 妄想纷飞 那是因为你身体 在紧张 所以 你的心境 它对应的方法 就是神经质的 不断的 在 投射出妄念 你可以把妄念 理解为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 对于身体触感的 一个反应 我们对身体的触感 有很多不同种的反应 其中一种反应 就是透过 打网 就是透过 逃到 白日梦里面去 就是透过 那个神经 指的不断的 在心里面 编织着各种的计划 来预防 未来有可能 发生的危险 实际上 那个未来的危险 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是你 当下的紧 你当下的不舒适感 但这个当下的 不舒适感 对它的回应 它呈现出来 就是对于 未来的恐惧 对于未来的不安 实际上 没有未来的 恐怖的地方 没有这一回事 在你当下的现实里面 没有这一回事 那个纯粹是你的 反应模式 你的整个的世界 就是由 对触感 发生反应 而堆砌出来的 然后我们 反应发射了之后 它有趣的是 它会制造出 新的触感 也就是说 反应的本身 它会猝身 其他的触感 反应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滚雪球的效应 你在对什么反应 你在对你之前 你一直习惯性反应的那个状态 在继续的在做反应 你在对反应在做反应 你只需要回到身体来 你就会看到所有的 你对未来的不安 所有的你对于过去的追恋 舍不得罪恶感 统统都是这样的一个基础 它是一个那么容易解开的结 然后当你的身体能够趋向放松 我现在讲的不是说达到绝对的放松 你不需要追求绝对的放松 要追求绝对的放松的本身 那又是一种压力的来源 你光是能够趋向放松 你光是能够在当下 是什么的 或者是在当下 能够发现到有紧张 然后卑微的 小部分的 有耐心的 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缓解掉这个紧张 这个就是体会 你身体内在的轻安 最好的方法 然后在同时 身体 它的动 它的活动 最起码 最起码 有着这个像浪潮般的呼吸 你要去留意呼吸 它的方式 不是要去锁在一个触点上 不是要锁在一个小的地方 你留意呼吸的方式 是去留意 这呼吸 它所带来的 整体的效应 甚至可以把呼吸 理解为 它是一个背景 轻柔的 美好的音乐 你是在 身体的哪一个部分 听到这个音乐 没有哪一个特定的 具体的部位 当美好的 安抚的音乐 它发生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是 全体的效应 它是安抚你 整个人的神经 呼吸也是如此 你不必要 把呼吸 局限在 认为说 它的效应 只发生在哪里 不是它 能够对你的 整个的神经系统 都产生出 安抚的效应 然后这种动作 它不只是安抚 它还是一种 挑弄 舒适的挑弄 舒适的刺激 也就是说 当你 人是放松的 那些 若有 若无的 那些 依稀的 触感 包括动作 这个浪场 它的来去 它变成了一种 舒畅的 涟漪 你不必要把 这个舒畅的涟漪 太过的夸张 把它想象成 一定要多么 剧烈的 舒适感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当你 放松的时候 这些 简单的 轻柔的触感 你会发现了 它就像是在 挑弄着 你的神经 所以所谓的 挑弄 它是用正面 舒适的 这个伴随着 你当前的态度 放下 不执着 所以它产生出 一个效应 就是 所有 那个挑弄 所有的刺激 它所产生出来的 舒适感 它所产生出来的 微笑的 涟漪 你不需要 多花里 其去反应 那一般的人 对于 舒适感 不舒适感 他忙碌的 不断的 在反应着 那是好神好力 你在这边 你可以选择 不断地放下 你不是压制 自己不反应 是乐于修行 乐于胜利 你的身体 内在 这个离你那么近的地方 它已经提供给你 你所需要的 保足感 你所需要的平安 所以你不需要 忙碌 你不需要 跑到远的地方 你不需要 费心好生 去规划 去期盼 每一个浪潮 它的来去 呼 吸 身体它 微微的 膨胀 收索 它是按摩 它是挑弄 它都是一个美好的刺激 每一个美好的刺激 你都没有执着 都是胜利 都是方向 所以这种胜利 跟方向使得 你的身体的清安 更加的显著 你不要小看 这样的训练 这样训练的 帮助你 理解 原来高级的满足 它是不需要 耗力的 它不需要 用钱买的 它不需要 你去累积功德 变成一个好人 才能够获得 这样的福报 获得这样的 回馈 它是如此的简单 它来自于你那个 容易知足的心 那个乐意于放下的心 要来自于你那个 清醒 在探索的觉知 然后 你在这样的一个 省力 的身体 你要怎么继续用光呢 了解你的反应 了解你的反应 不要预设说 你已经懂 你已经观察到 你光是重复 我这句话是不够的 你要在具体的触感里 你不断地去发觉 你有可能可以 一层又一层地 去发现到 那个底下的 最后乃至于 你会发现到 微微的起心动念 它都是一种反应 你会发现到 所有的我慢 我直 通通都是一种反应 你会发现到 所有的浴潭 所有的恐惧感 它都是一种反应 看看你能不能够 不使用强迫的方法 来放下反应 你要不是强迫地放下反应 你要么 你只需要能够 在这种放松 情安的状况当中 不断地去了解 反应 自然而然 神经质的反应 它就越来越停息 越来越休息 这是一个方法 再不然 你随时随地 如果你要 你可以轻松地 用微调的方式 微微地点拨的方式 去介入 去刻意地去放下反应 去调整的反应 这两者都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一定对的 一定不要的 不要紧张 这里面有很多的犯错空间 很多的实验的空间 你不需要 神经时的 要紧抓着某一个老师 我这样做有没有对 你教我 你用他心动观望 看看我这样子 做有没有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的话 你不容易 开发出内在的觉知 去相信你的直觉 去培养你的信心 这个信心来自于 一 有很多的犯错空间 你可以在 你的 反应当中 跟反应的瓦解当中 去了解 整个世间 他的疾 他的灭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佛陀的弟子 跟佛陀讲 要了解宇宙 那佛陀讲 要了解宇宙 你是 不是透过 你去遨游到天际 像孙悟空翻 金斗云 要跑到 那个宇宙的边缘 这样的去担心 而是在六丈之区 在一持六之区 就在这个神区 去了解 世界 去了解宇宙 你的所有的恐惧 你的所有的盼望 他的依据 都在这个地 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 一起来享受 安静 在这个地区 中文字幕提供 都在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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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一切行 施名断戒 断除爱欲 是无欲戒 一切行 灭 施名灭戒 断一切行